精进疫警民防 协情技巧与法令知识 苗栗县民防团队 即日起到5月26号 办理义勇警察基本训练 那么县长夫人陈美琪 就特别前往了头份警分局 感谢义警伙伴 长期协助维护治安交通 同时暖心制装了袖套 让大家免于日晒之苦 义勇警察除了疫情期间 坚守岗位协助警察防疫工作 各项交通治安 防诈宣导毒品防治 更是有赖于他们的付出贡献 苗栗县长夫人陈美琪 借着今年度头份警分局的 疫警基本训练 亲自前往制疫 还贴心送上防晒袖套 以降低执勤晒伤率 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然后在他们工作之余 能够来到 就是来帮我们的苗栗 然后维持治安 然后交通 让苗栗变成一个更幸福 更美好的一个城市 那当然呢 我们也很希望 一些年轻的朋友们 能够加入这个行列 然后让我们这个疫警 这个团队更加的坚强 头份警分局 以民防团队四年一次诊编 针对义勇警察 办理邪情技巧 法令知识讲座 同时也一并加强 个人防身术 协助交通指挥 犯罪预防 以及救灾技能 警力有限 名利无穷 目前头份分局 只有200位远警 要服务 头份三万南庄 十几万人口 几乎一名远警 要服务500名以上的民众 所以是依靠着 这些弟兄 疫警弟兄们 无私的奉献 那透过他们的帮忙 让我们的同仁 无后顾之忧 才能发挥最强的战力 那今天特别办理 疫警中队的训练 除了大家可以提高技能以外 也让大家能联谊一下 那更感谢县长夫人 还有大队部的各级长官 心灵来指导 来鼓励跟卫免 县长夫人代表县长中东景 感谢疫警 长期投入卫免服务工作 制赠卫问金的同时 也号召更多年轻朋友 加入疫警行列 共创一举秒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